然后第七 神是存在的 当然也是无限的 人以自己极其有限的思考 有限的思考来思考无限 有可能说清楚什么 课程已经解答了 这个就略过去 当然不可能 需要神的启示 需要神的恩典 刚才我们课程已经解答了 这个就越过 第八 现代的科学体系 是否可以纳入神学体系构建 以自然启示为根基的科学式的神学 大杂会 你要好好学神学 不好好学神学 你可能就变成新的 叫异教的教主了 当然回过头来 这种尝试的思考本身 先不说对错 思考本身是值得鼓励的 我们学神学就需要思考 因为我们过去受到科学主义 唯物主义那种世界观 一接触新的世界 基督教的产生这种碰撞 如何交流 当然会考虑 是不是可以共存 或者是某种如何 和平相处 这种思考 尝试是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这么主张的时候 要谨慎 需要有见识 对科学和信仰 各自的特征 各自的有一定的扎实的认识 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有一些自由派学者在尝试 有一些学者也在尝试努力 但是他们谨慎 不在损伤 违背基督教信仰的前夕下 尝试着去做沟通 巴温克用18世纪 19世纪的他们的学术方法 去做正统神学 所以他做了一些实证的方法 历史的实证 历史上你读他的书的时候 这个历史上这个人观点 那个人观点 然后又解禁 然后又教理 这样处理 这种方法本身 就是实证式的 用自由派的流行的学术方法 去做正统神学 所以他引用了那些主张的同时 又批判 现在很多学者 也就这样的方法 但是要注意 不要潦草的 像把老子和孔子 和道教和基督教 就融合在一起 我们先祖就是先知 领受神的启示 就把一般恩从当中的 普遍恩典当中的人的思考 和上帝的特殊启示 概念混淆 这种粗略的融合要避免 就把基督教降格到 异教化了 然后又过高的评价 那个人一般领域当中的成就 我在序论的时候 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 那在这里为了 有些同学可能忘了 或者淡化了 或者是可能正在苦恼 这个问题 我再继续讲 现代科学体系 是否可以纳入神学体系 第一 现代科学的方法论 前涉 是不是跟我们所信仰的 符合圣经的正统神学之间有冲突 有冲突 也就不可能勉强的 表面的粗糙的融合在一起 但是就它范畴 科学研究的是上帝创造的世界 无论是人自己 还是宇宙 还是山水 植物 动物 宏观的 还是微观的 它研究的对象是被造界 因此从这个角度 它就不可能脱离神学的范畴 虽然他们研究的方法论 处理的领域可能不一样 神学处理的是本体论 目的论 末世论 终极 这种存在 源头从哪 意义 为什么存在 应该怎么样去使用 科学可能研究的不是木翼 价值 是存在物本身 格物之质 这个物里面内在的结构什么 关系什么 力是什么 热是什么 但是这种研究神所被造物的这个范围 应该包罗在无所不包的神学里面 所以科学要更好的发展 需要有神学的指导 它才知道这个物 为什么以这样的现象存在 才能知道这个物用途在什么 怎么去用 广研究人 骨骼几块 肌肉几块 体重 细胞和细胞壁 物理本身 物质本身 却不知道人是谁 为什么存在 应该怎么样存在 所以好的科学 如果脱离神学的话 它是盲目的 只看到眼前的 却看不见 全部的关于这个 它研究对象的知识 因为它是短板的 有些东西它是涉及不到它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角度 科学可以纳入到神学体系 因为科学 神学是无所不包的 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从某种程度 它暴露一切的存在 一切的神的被造界 包括历史终极 是吧 构建自然启示为根基的科学 是的 你要注意这个科学 包括巴文克 包括伯克夫 所谓的science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科学 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前涉 是学问的 你做科学也要学问 科学的科学 你做神学也要有科学的神学 这个科学不是我们所唯物主义的科学 实证主义的科学 而是要按照合理的 合法的 做神学的 合理的方法导出合理的神学结论 所以它也是一种学问 它不是盲目的人主观的迷信 它也要用合理的逻辑 程序方法获得它的资料 得出合理的结果 所以神学也是学问性的 不是科学实证主义的科学 也是科学的 是神学的科学 所以不是用自然科学的科学 去做神学 那本来就范畴搞错了 你用望远镜 你用归纳总结去研究神的话 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用信心 圣灵祷告 顺从真理 神的启示 被以自然启示为根基 根据的科学式的神学体系 不可能啊 自然启示需要超自然启示 特殊启示才能够更正确的明白自然启示的意义 因为自然启示的有限性 它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有能和神性 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 万物的秩序意义 目的价值 人的罪 人是谁 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所以需要特殊启示去补充保全 单纯依照自然启示不够的 包括我刚才说的 自然启示让我们用在上帝自然启示作用人 运用人理性的功能去观察宇宙 总结思想 推测 包括什么存在论 宇宙论 道德论证 目的论证 这都是一般启示 一般恩宠当中的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启示的话 这种思考研究是有限的 它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神学 罗马书一章里面在自然启示的结果下 人都导致了这种拜偶像 人的心性 那即便是重生的基督徒 如果单靠自然启示 也不足以获得真正的神学 所以自然启示的不充足性 有充足性 就他上帝赐下的目的 本身是充足的 就获得救恩的知识 它是不够的 需要特殊启示 所以单纯依靠自然启示 建立起来的科学式的 这种科学式 你如果理解的是归纳法 经验观察等等 那就更不够了 需要信心超自然的介入 特殊恩宠 需要圣灵的光照 但是做这种超自然的启示的 圣灵光照 他也有他自己的 学问的原理 这是我们导论里面 已经讲过的 所以这个科学式 不是我们认为的科学式 是神学本身 认识神本身的原理 他有他认识论的原理 法则 这样的科学式的 我们可以认同 但是根据自然启示为基础的 当然你是说到前面的现代科学的 那个科学式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不能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认识 世俗文化 科学研究 它到底是什么 它的长处 它的局限 它是什么 它本质是什么 它的局限是什么 你就不会潮潮寥寥的 把信仰和科学融合在一起 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 可以为神学效力 造福人类 但是你要把它融入到 神学里面 因为它们里面内在的原理就不同 范围也不同 局限性也不同 所以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让自然科学 你在修正可以用选择性的 去使用它的资源 可以为神学效力 但是不可能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 去构建神学 神学原理就不一样 启示是第一原理 圣灵的光照 信心这些很重要 离开这些谈什么 人理性的研究 脱离圣灵的引导等等 单凭人的理性研究 这是永远不可能 遥不可期 我们刚才谈到了神的不可知 神可知 但是需要什么 上帝自我的启示 然后又按照圣灵的光照 信心 圣经 虚心的信心 然后才能获得对神属性的知识 这是神学的原理 请搜尽